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金分割法则让钢筋水泥化身尝试风景 三分构图法则让斑驳光影定格永恒瞬间 阻力最小法则让勇者批波展浪突破极限 海恩法则让医生精准治疗就死不伤 爱或许没有唯一公式 却需要对的方式 2016世界家庭日 今日说法邀您寻找爱的法则 然后他们几个人就朝我奔上头上就乱打 躺在病床上的女人叫张二丽 一旁照顾她的男子是二丽的丈夫郭姐放 这对年轻人刚刚结婚19天 二丽就被人用针管将腐蚀性液体注入了体内 导致她大部分肠子被截掉 生命垂危 我妹家也致富不起了 我也不想看着眼睛中看着她去那儿 现在我像穿着眼睛没表可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河南省商丘市下一县的郭姐放和张二丽 结婚才19天 新婚妻子就惨遭毒手 被人在肚子上打了一针 医生说打进去的是一种腐蚀性的液体 这种液体对病人的伤害非常大 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谁会对这对新婚夫妇有这么大的仇呢 她打了之后我就不能动了 直接又趴到地上了 我一个肚子像火烧一样 你不知道哪有疼呢 我长得那么大 从来没做梦 对不起别人的事 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 张二丽讲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丈夫郭姐放打电话 可怎么都打不通 疼痛难忍之下 她只好给公婆打了求救电话 等到我跑到以后 那就疼的 就这混血就 就跟那个 两位跑来就这样 哎呦 他这不能活了 就这个疼的 公共郭彦席一进门 就看到了躺在血泊当中的儿媳妇张二丽 还有他肚子上鸭蛋般大小 已经黑掉的一块印记 当时就开发了 当时就开发了 你看他疼的 当时就给他妈妈 他把他胆子戒手 那就下坠了 他肠子就下坠了 就这下面出血了 我就感觉 一来报警 一来打救护车 随后赶到的救护车 将张二丽送往下一县人民医院急救 此时毫不知情的丈夫郭姐放 也在第二天一早下了夜班赶到了医院 到家之后 然后我看到我在床上 然后还有地上 回那个泥嘛 当时下了雨 然后地上床上踩的都会泥 我当时脑子又梦了 我就想到可能我老婆被打了嘛 郭姐放到了医院才知道 妻子并不是被打那么简单 因为县医院已经诊治不了了 需要马上转到医疗条件更好的 商业市人们医院进行开腹手术 你还一开 救护车就撑了 冒过来 冒过来就跟那这个肺面连肠了 睡了 他把来 他要我钱的 他说你 他说这个救护车可能性小 他说你得钱的 郭姐放父亲说 医生告诉他 现在想要保住儿媳妇的命 必须立刻切掉腹腔内坏死的部分 只留下十公分的小肠 但切掉肠管后 又可能会引发 如肠肉和腹腔感染等并发症 所以就算做了手术 病人也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情况如此严重 家人立刻把这一情况通知了警方 那么是谁跟刚加到郭家19天的张二丽 有这么深的仇恨呢 抢救过来的张二丽 向警方提供了线索 刚开始我不知道是谁 等后来他给我打过来 我一想 就是他前妻 因为家里我一想见过他那个照片 张二丽说 当时他被好几个人按住手脚 其中一个女人拿出几只针管 扎了他的小腹 而这个女人的长相 特别像丈夫的前妻郭飞 真相大白 凶手竟是丈夫前妻 他把毁容了 毁了我的容 或者毁了他的容 我都能好好地过一天 这样的残忍的手脚 二人无法理 何等男子 让两人妻子水火不容 三人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今日说法2016世界家庭日系列节目之新婚第19篇继续播出 据郭解放介绍 他跟前妻郭飞是在2010年经人介绍认识并且开始谈恋爱 2011年3月份在下一线民政局领的结婚证 但是婚后由于郭飞和公婆关系不和 在是否要孩子方面他们也有分歧 所以在2012年3月份他们就离婚了 当他离婚以后 从我们了解的他俩还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这个郭飞提供的郭飞应该有这个作案动机 通过侦查手段 警方锁定了嫌疑人 也就是郭解放的前妻 郭飞的藏身之处 据郭飞交代 那天和他一起去的还有四个人 都是他在网吧结识的无业青年 并承诺事成之后给他们每人300元钱 警方根据郭飞提供的线索 将夏某等四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就是说那边那边假里边人 把这边假里边人那个小孩推给压断了 让他让人一块去给他咬歉 据夏某交代 他们几个人之前并不认识郭飞 也不知道郭飞的真正意图 就连当时郭飞给受害人打针 他们也没有想到 我当时就愣了一下 让他打针 打针的过程 我就问 我们几个就问这是啥 他说是麻的药 伤害张二丽的嫌疑人已经全部到岸 其中的主犯就是郭解放的前妻郭飞 得知这一消息以后 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还躺在病床上的张二丽 出事那天是张二丽第一次见到郭飞 也是唯一的一次 张二丽说 在嫁给郭解放之前 自己有过一段婚姻 由于前夫的家暴而离婚 离婚后不久 张二丽惊人介绍认识了郭解放 原本以为这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 却没有想到新婚的第十九天 他就遭遇了如此疯狂的事情 张二丽说 郭飞当时一边给自己打针 嘴里还念叨着 说自己抢走了他的丈夫郭解放 郭解放口中那个残忍的前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村子里的邻居告诉我们 平日里郭飞和大家的相处 确实不是很融洽 郭飞脾气有些急躁 容易和人产生口诀 进而就是拳脚相向 大家看见他都很害怕 都躲着走 这个大娘 她的自行车不是 她说 你的自行车跑进 大娘说 我的自行车怎么会跑进 她用肩脑给他戳个大洞 她说看跑进不跑进 她就这么坏 就她脑子的很 都不敢给她打针 她不给她过日子 吃点不做活 吃活的 吃活的 探活的 早会儿不干 她伍雷地 她都不骚 来 找人 伍雷 白师 乱地瓦倒 这您都知道 你俩都知道 他 他 他 解放 你要解放 妈妈都痛苦 在采访中 郭飞告诉记者 他做出这样的事 跟前夫郭解放 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在郭解放 跟张二丽的相亲当天 郭飞还跟郭解放 保持着同居关系 郭解放和郭飞 在2012年3月份就离婚了 按道理 离婚了就应该保持 适当的距离 那这两个人 为什么还保持着 这样的关系呢 他接了个人 还给我联系 还给我联系 然后 我们两个 就是 我就感觉到 这个二丽在中间 就是 确实是那个 第三个插足 破坏了我们的感情 然后我也开始 想报复他了 我说你破坏了感情 为什么破坏了 就是因为你能生个孩子 据郭飞交代 因为自己不能生育 所以他也不想让张二丽 给郭解放生孩子 因而将腐蚀性液体 注入了张二丽肚子里 他也根本没有想到 这一针 会让现在张二丽生命垂危 可是 郭解放与郭飞离婚半年后 张二丽才认识郭解放 并且在此之前 两人谁也没有见过谁 破坏感情之说 又是从何说起呢 就是 我觉得他是真心爱我的 是不喜欢这个二丽的 要不然他不会把二丽的 这个事情相亲的过程都跟我说 那在郭解放和张二丽结婚之前 郭飞和郭解放之间的关系 到底怎么样呢 他去厂内找过我 跟他离婚了 他跑到厂内找过我 但是我不答应 郭解放一口咬定 两人离婚后就保持着该有的距离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那郭飞为何会有张二丽横刀夺爱的说辞呢 郭飞和郭解放两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郭解放回一说 他和郭飞是惊人介绍结婚的 本来是想着两个人要好好的过日子 但是慢慢的相处下来后 他发现 郭飞脾气暴躁 经常与人吵架 无法正常的和家人与邻居相处 这样 郭飞和郭解放一家的关系 也就越来越疏远 郭解放原本以为郭飞有了孩子之后 两人的关系能有所好转 但是没有想到 郭飞在2012年初 以自己有严正不能生育为由 私自留掉了已经三个月大的孩子 这让身为家中独子 需要继承香火的郭解放 有些怒不可遏 最终这段婚姻在2012年3月 已离婚收场 由于有了一段不幸福的婚恋经历 郭解放急于找到 能和他好好过日子 踏踏实实的女人 而第一次和张二丽相亲 他的温柔体贴 迅速俘虏了郭解放 家人也对二丽这个未来的儿媳妇 十分满意 新的儿媳妇让郭解放一家非常欣慰 而此时 前妻郭飞还沉浸在与郭解放的感情中 无法自拔 郭飞说 郭解放不但将他与张二丽发展的所有经过 都告诉了自己 甚至还继续给了他自己爱的讯号 导致郭飞一直无法放下这个男人 我也感觉到他对我特别好 特别爱我 我也特别爱他 这个二丽在中间做了 就是说他知道郭解放和我在一起生活 他还逼着他妈 我就当时就黑二丽 黑解放妈 解放爸 他们三个就是把解放 逼着解放去 去二丽 按照郭飞的说法 郭解放和自己一直藕断丝连 那么郭飞所说的是否属实呢 终于郭解放承认离婚后与前妻郭飞游往来 他给他妈就是关系不好 然后一个人在外面 然后他又回来求我 然后当时嘛 可怨他嘛 他说他改 我就给了他一次 给了他机会 郭解放坦言 自己确实和郭飞办理过离婚手续 只是不久之后 两人又在郭解放工作的惠亭租房同居了 所以知道二人关系的人并不多 然后就跟惠亭 然后租个房子 然后就是希望他能改 然后他说他生孩子 也起了一些孝顺 就打了这一次 可是在惠亭一旦期间 然后他还是 男妈的惠亭租的房子 他在旁边的邻亭 他都跟着着家 郭解放说的这个秘密 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告诉妻子张二丽 他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在的妻子 正是因为他和郭飞的藕断丝连 才导致了郭飞认为张二丽横刀夺爱 并动了伤害张二丽的念头 19天的新娘 能否顺利逃脱这一劫呢 哪怕能做的争议 我都愿意够到预备 做的小长一只 可能一般都得一两百万 百万元治疗费用从何而来 新娘将如何延续心中的幸福 今日说法 2016世界家庭日系列节目之 新婚第19天 继续播出 张二丽很可怜 如果他知道郭解放在跟他结婚的时候 还和他的前妻保持这种联系 他会做何感想 他会不会后悔 在一个月之内就草率的决定嫁给郭解放呢 更重要的是 张二丽的身体能不能有所好转 在商丘做完结肠手术后 张二丽的病情并没有好转 为了接受更好的治疗 郭解放将张二丽转院到了河南省人民医院 因为所生的肠管太短 张二丽不能进食进水 所以每天他不得不靠静脉注射营养 维持生命 病人最后出现的就是 腹腔的基本上肠管 空腔脏器基本上快切完了 创伤非常大 所以手术以后出现了各种的病发症 据主治医生介绍 张二丽现在最严重的症状就是肠肉 通俗一点说 就是肠子里面的肠叶都流到了肠子外面 进入到腹腔里造成了感染 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就是准备 就是考虑让这个病人如果说有条件 有条件的话 我们会建议他能够到 能够做肠移植的这个地方 去进行做肠移植的治疗 甚至说包括这个十二肠肉的治疗 但是据我所知 现在目前国内能做这个小肠移植的地方不多 小肠移植的这个手术要花费多少钱 我那时候看他们那时候做的小肠移植 可能一般都得一两百万 一两百万 对花费是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 国家原本家境并不优越 现在为了治疗张二丽的病 家里的积蓄已经花光了 亲戚朋友也都戒变了 国家放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多的筹集医疗费用 我哪怕他就是不能干好 哪怕能做的轮植 让我都愿意刺我到一位 他哪怕只有那种事 又有生命 都愿意刺我到一位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 2013年3月11日 张二丽因器官衰竭 离开了人世 张二丽的离去 对于施暴者郭飞 以及他的四个帮凶 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刑罚 我们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的 屈心九教授 这种行为呢 是伤害别人健康和生命的一种行为 那在法制上定性呢 可能法庭还会关注一些 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关键关键的细节 比如说这个服辞性的液体 到底是什么 来源怎样 他怎么获得服辞性的液体 然后这个女的拿到这种 对这个东西的认识是怎样的 最后法院来确定一下 最终一个定性的判断 这个案子是故意杀人呢 还是故意伤害致死 那法院一定要根据具体的试据 来在这两个性质之间进行判断 就是其他这四个帮凶 他们并不知道 嫌疑人注射的是什么液体 也不知道这个注射的这种液体 最终导致这样严重的后果 但是在法案中 他们确实参与了这个行为 那么他们的行为 该如何定性的 那四个人呢 其实做了一个帮助作用 那么你注意 这个案件可不是普通的医生 或者护士给病人去打针 其他的护士和医生 一些职业上的帮助行为 无缘无故 说去讨债 到人家家里 摁住了就开始忙堵了一大东西 这种行为是高度危险的东西 所以这种行为本身 其他一个四个人 至少应该认识到 这种行为是要有危险性的 对健康和生命是有很大风险的 这四个人 其实已经参与到了一个注射的行为 只不过他们四个来讲 能在其中起一个辅助性的作用 所以在法律上 通常会认为 这个四个人是一个重犯行为 2013年12月6日 被告人郭飞反故意伤害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夏某等四名被告人 被判处二至五年有期徒刑不等 五名被告人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经济损失 20万元 我们继续世界家庭日系列节目 寻找爱的法则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心理咨询师百艳怡 欢迎白老师 你好 这个案件结局非常悲惨 我们每个人看完之后 心里都很悲痛 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案情为什么会发展到 今天这个难以收拾的地步 其实这三位当事人 他们每一个人的处理方式 对最终这个惨案的一个出现 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比如说这个原来的这对夫妻 郭解放和郭飞 他们两个人在离婚之后的角色 太混乱了 既是前夫前妻 又是现在处的男女朋友 又是引着的一个 好像离婚没离家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会导致他们的情感关系 以及对于这段关系的情感期待 都会出现特别大的一个 差异性 可能这两个人内心 对这个情感的期待 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咱们再说说 那个受害人 非常躺着中枪的 这么样的一位女士 但我个人感觉 其实在她处理自己的情感关系当中 也有一点小小的失误 只不过可能这个失误 她还没有意识到 我们梳理了一下案件当中 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性的问题 我们一一来梳理一下 先说这郭飞就是加害人 她是跟丈夫离婚了 但是放不下 离婚了 我们虽然在法律关系上 好像出现了一个变化 但是我在心里的情感关系上 依然是维系着 以前的一种夫妻的那样的一种状态 就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第一她是说断 不是就能断的 第二她是根本就不想断 她是觉得我离婚了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失去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失败 所以我既不想失去 也不想失败 我要把这段感情 不管适合不适合 不管你怎么感受 我要把她占有 我不能够失去 那么咱们在本案当中的 这个郭飞这位女士 其实她也是不断的用电话 用各种方式吧 来去跟她前夫保持着 这样的一种情感关系 其实本意上 我觉得并不是因为 前夫还需要这段感情 而是这个郭飞 她需要用这段感情 来去填补自己内心的 这种创伤感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法则 我们来看看 战友是自私的爱 从旁观者的角度 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但是在当事人看来 郭飞自己也许不接受这样的结论 因为明显他的前夫 就是郭解放 还保持着跟他的这个暧昧关系 甚至离婚了之后 他们还在同居 对 这个咱们就说 郭解放也是犯了很多人 都会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我给予我的另一半 一些模糊的 暧昧的 不切实际的 或者是不能够清晰的定义的一种希望 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会给他的前妻郭飞带来一个信号 就是是不是我还有戏 看这个男人离不开我 这个男人很爱我 说明我们俩的感情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而这个希望 一旦像肥皂泡一样 有一天破掉了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他内心当中会衍生出巨大的失落 就会转换成一种愤怒 而这个愤怒是指向谁 就直接指向了给予他希望的人 或者是给予他希望人的身边的那个人 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能总结的第二条爱的法则 那就是 希望也能带来失望跟绝望 对 既然您说很多人在离婚之后 放不下之前的那段感情是一种通常可以见到的情形 那有什么方法能让大家尽快的摆脱从前那段感情的困扰呢 首先我们不要让自己和上一段感情的联系太容易 要先在短时间内把两个人弄成陌生人状态 第二呢 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情感关系变得丰富起来 第三个就是 如果条件可能的情况下 我们就出去走一走 让自己去看一看这个世界 能够去让自己感觉自己的某一个问题 某一种状态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尽可能的别为难自己 我们通常发现离婚之后不能够放下的人 不是别人在为难的 是他自己在为难自己 我们来看看这个不了解爱人的情况下就结婚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张二丽嘛 他说他也有一点点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给自己新的情感更多的观察期和考验期 尤其是这种再婚夫妻 为什么离婚 这是需要时间来去了解的 而不是需要说我听对方承诺 我这一次是真爱 我这一次一定会白头到了 这种承诺其实有的时候是在激情状态下 他的这样的一种表述 那我们怎么能够为自己的这个婚姻 或者是这种情感有更多的自我保护 那就是给自己更多的时间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对对方多一点了解 好 这是我们今天能总结出的第三条爱的法则 爱需要更多的观察 德国家庭治疗大师海林格说 家庭就如同天上的星系 有其运作的规则跟秩序 即爱的续位 当家庭或者家族中每位成员都遵循这些法则 成员之间就和谐相处 违反这些法则的时候就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导致家庭失和意外或者犯罪 所以遵循爱的续位 把握爱的距离 才能让爱更稳定 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白老师参与我们讲博士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